哈喽小红书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我又来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剧组 就是日常拍戏的过程中 经常会用到的一些万用药 先给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一年四季都必备的 我必备的一款药 这个是 它叫5比1 对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个趋纹药 它可以用作就是被蚊虫咬叮咬后 也可以用在蚊虫叮咬前 然后反正它是挺万能的 我基本上有时候夏天拍戏 涂上之后基本上不要太夸张啊 可能是几个小时吧 一两个小时之内就 不会再有蚊虫骚扰 然后它这个用药 其实真的是比较神奇的一点 是我在每次被蚊虫叮咬之后 发现了之后赶紧涂抹上 就会消肿的消得很快 对良心推荐 塌上去之后 会有一点点清凉的感觉 就有点像花露水的感觉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 件比花露水大 对第一款5比1 然后第二款呢 这款薄荷膏 它这款薄荷膏 有点像那个泰国的那种 那个青草药膏 对然后但是它的件 比刚才那5比1要大一些 然后涂上去之后 也是起到一个这个镇定皮肤 然后消炎消肿的这么一个功效 就是这个东西 我一般会在被蚊虫叮咬起打包的之后 然后赶紧涂上去 也是一个比较好用的药之一 然后第三个呢 这个其实很重要 这是液体创刻贴 我已经用了一些了 然后就是一些小的伤口 然后受伤了之后 赶紧把这个抹上 然后它的作用呢 是这个拍戏 就看不出来 就感觉是这个伤口是好的一样 其二呢 它这个液体创刻贴 它有一种消炎的功效 不是消炎 杀菌的功效 可恶 消毒消毒 然后它里面好像含有的 是含有酒精的 就伤口的时候 每次突然去感觉 其实是有点辣的 对然后闻的话 味道不大 其实闻起来 有点像浇水的感觉 对小时候玩的那种浇水 但是它这个是我必备的吧 反正也是我必备的 对 非常实用 非常好用 隐形 最重要的是透明 我在剧组拍戏 有时候小的伤口处理它 就是它 对 然后第四个 这个这个药 你大家能看到吗 我基本上都快用完了 它这个药 是个德国的药 它是个去疤药 它叫秀碧 还是叫碧秀 大家到时候查一查就知道 我之前是可能知道 我的粉丝朋友们 知道我这儿有个疤 然后这儿有个疤 之前我去韩国 把这个疤给淡化了一下 因为小时候比较调皮 这道疤是 我小时候比较调皮 小时候拿西瓜刀 然后西瓜刀在头顶上 然后不小心蹭 然后掉下来 很很危险 差点就划掉眼睛 然后这个疤呢 是我长大 有一次不小心被磕到的 所以这两疤我去做淡化 淡化完之后 医生就告诉我 你要用这个这个这个药 然后等它这个药 是要在那个疤掉了之后 就是说你的那个肉 还是一个新生的这个状态 就是可能有点红啊之类的 然后擦这个药 每天得坚持 这个药的作用就是 帮你淡化这个疤 它很好用 其实是非常好用 但是擦上去之后 会有一点痒痒的感觉 贵在坚持 这个药是得坚持 才能有效果的 还有一款那个去疤药 到时候我用完了 那也是一小管 我忘记它叫什么了 我没找到今天 然后到时候我会把它 披在旁边 都挺好用的 两款去疤药 然后这两款 它对于这个老的疤痕 效果不是特别大 我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他们我看小红书上 其他朋友说是有效果 我自己清测 感觉效果不是很大 有经验的同学们 可以写在评论下面啊 好的那今天的这些 我平时的万能药 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下次再见 小红书